在日本的311核災发生之后 食品安全让日本人是相当担忧 今天的旅日作家刘莉儿就表示 日本有一些有辐射残留的食品 可能都出口到了辐射残留容许值比较高的国家 其中包括了台湾 日本辅导311核災发生的初期 日本食品辐射包括色134137的容许量 为每公斤500倍克 旅日作家刘莉儿说 当时因为是紧急情况 日本人民几乎是吃下了 地阶核废料5倍辐射值的食物 后来才将容许值降到100倍克 核災发生了三年 辐射的污染并没有减少 对日本民众来说 市面上零减出的食品 是比较安心的选择 公斤20倍克他就算是未减出 那没有减出的那个大家才敢买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20倍克到100倍克东西都到哪里去了 或是超过100倍克东西 他就会往基准比较宽松的地方去 刘莉儿担心的说台湾食品 目前的辐射容许量是每公斤370倍克 远比日本南韩的100倍克 来得宽松了许多 他建议应该提高标准 不应该让国人吃到相当于 地阶核废料的辐射食品 不过卫富不反驳台湾的标准其实并不宽松 尤利儿也指出台湾截至目前为止 检验了四万多件日本进口的食品 放行的像小麦粉洋鱼调 鼠调棒绿茶冷藏鸡鱼等超过一公斤 100倍克的辐射食品 不只检验的数量远远不及香港 有些甚至只检查外包装袋 他呼吁台湾应该采取更严格的标准 严谨的检测方法 甚至要求产地证明来保障国人吃的安全 记得陈述军林国皇台北报道